大家好,我是Wildy,很高兴为各位见面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视角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最新开发的一个英雄上单 就是这个首领之傲,厄加特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老的英雄 而且曾经的话也是一个让非常多的下路英雄 闻风丧胆的一个中期强力carrier点 然后现在的话厄加特经过一次M5玩过之后 对吧,就是S2当时的M5玩过之后 然后后面是被一次较大的一个削弱 就等于增强之后被削 削后就快四年了,三年多了 就是基本成绩成绩再成绩 而现在的话,我就是因为新的一个打法的一个存在 所以的话他又被拿出来,可以偶尔玩一下 这个号的分段的话是电信二区祖安 我的一个粉丝借给我的号 然后我也是用他练习一些英雄 练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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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帮他上了个大师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不要去 对未知的事物做太多抵制 很多时候我们也许真的要顺应潮流 废话说多了 先说一下他的一个天赋跟符文 天赋的话我选择的是一个十八零十二 但这个天赋其实是有带商榷的 因为我觉得带雷霆也可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然后符文的话选择是一个纯攻击力 然后蓝色冷却的一个打法 就是黄色护甲蓝色冷却红色精华攻击力 这个符文也是有带商榷的 这个我们到后面再说 这一场我并不使用上一场的一个就是快进模式了 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英雄 特殊的英雄大家是没有见过 那么我觉得一整场的这个录制 可以大家学到很多东西 首先的话是一个对线期打潘森 潘森这个英雄其实算是一个线上非常非常强劲的英雄 他点到有盾的时候就来搞你一下 这其实非常的恶心 就点到有盾就来搞你一下 但厄加特他有一个优点 就是在于他的这一个技能 如果打到潘森 那么潘森的话 这2.5秒内他的伤害 就是Q或平函打到潘森 2.5秒内他的伤害会下降15% 而老版本的话是降15%的攻击力 其实差不多 差距不是很大 反正还是有用的 那么一开始的话 打潘森一个惯用技巧就是要早吃 一定要不要被他压下血 然后推线 潘森队推线 然后又就是的一个敌人 潘森是没任何办法的 除非潘森除非你对拼能力太弱了 而一个螃蟹 他仗着自己的兵线 仗着他降弓 仗着小兵 那么前期其实螃蟹是极弱的 但是也不会落到哪去 然后三级的话选择是加二级Q 而不会去加一技能 因为Q技能可以说每升一级 他的提升效果巨大的 哦这里盲森来了 这里其实有一个bug 大家可以看到我是对盲森用Q 但用Q那一瞬间被潘森顿顿断了 这个Q居然就极限距离取消掉了 这里其实非常扯 我们可以发现 如果那一发Q打到盲森身上 盲森刚好打不死我 这一波其实我是莫名其妙死掉了 大家想一想 如果那一发Q打到了盲森身上 降了他15%的输出 那他刚好打不死 而盲森散现又交过的 但是那一下Q就莫名其妙消失掉了 就是我对盲森用一发Q 被盲森顿打断 那一瞬间Q消失掉 这是我玩英雄联盟几年以来 第一次遇到这么瞎掰的事情 这里的话打断压潘森回城 记住对面如果是这种选择 带点火的这种的话 那其实你这种传送 可以给他致命的一个威胁 因为他完全没有办法 哪怕他单杀你 他回不了城 他都是亏的 这里我继续耗他血 耗两下 尝试耗三下没耗城 那没关系两下够了 这两下耗完可以说 下次遇到就直接三个Q就杀了 所以现在他必须不被我遇到 而且暴女营准备好强杀 这里瞎子来了 哦我一个益本来能遇到的 结果他刚好是一个盾躲掉 但没关系 我有非常多的小兵 我一挑二也不虚的 这里的话我是非常贪心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这波是非常的贪的 我一直没有去打那一个潘森 因为那个潘森是必死的 就是说只要我 因为暴女是在的 潘森是肯定死亡的 所以这个时候 因为潘森没有灵的蓝 他对我造成不了威胁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打在冰堆里的瞎子 配个小兵把瞎子的血压到尽量低 这样的话早就会杀掉瞎子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暴女士之间两个头也是非常的顺 这样的话潘森基本上进入了一个爆炸的节奏 好的 大家看到螃蟹的玩法的一部分之后 我就可以强细的介绍为什么刚刚我说的 这个天赋符文是有在 为什么说这个天赋符文是有在商榷了 因为这个螃蟹啊 它的这个Q技能 它的伤害是 10 40 70 每集 就是每一集加30点基础伤害 2秒CD 每集加30点基础伤害 但是它的总的AD加成 就等于说只有0.85 意思就是说 螃蟹这个英雄 你出攻击力装备 是应该没有出穿甲装备 收益那么高的 尤其是后期你有魔宗这样装备的情况下 这里可以看到 我这样恶心攀升攀升一点吗 没有 先给他Q3Q 保持距离不必要打到 等他血少的时候 我就给你打嘛 来留比你盾上来的 他根本的不敢盾 这里如果我没有买步 假设买一双鞋子的话 就应该能追死他 这个E差大概100多的距离 如果有鞋子的话 有概率E的 就直接死了 好 现在就可以体现出螃蟹 这个英雄恶心的地方 把潘升打得完全没什么脾气 但现在这个兵线的话 是有一定的缺点的 这里又晕了 但这里没有W 插一下 这潘升根本没法跟我兑现 然后为什么刚刚说 那个技能是天赋 符文有待商卷呢 我继续给大家说完吧 因为螃蟹 因为攻击力的提升相对较小 这么话 甲川的提升就相对较大 因为你有一个 有两个伤害是不能改变的 就是出攻击力不能改变的 第一个是Q的技术伤害 第二个是磨切的伤害 这两个装备是改变不了的 所以说你出穿甲的话 能更好的提升这个 螃蟹的英雄的成长 所以我觉得这个螃蟹的英雄 应该所有的符文天赋 都全部点穿甲 这样的话 配合黑切跟异技能的掉甲 你基本上可以掉对面 就是40%多以上的护甲 就是异技能一倒 就掉40%的护甲 然后配合你的 这一个基础的30点穿甲 雷霆加符文 就是雷霆那个通用天赋 加符文 基础30点的穿甲 你就有 就是就等于说 可以把一个60护甲的 左右的人降到零 而60左右的护甲 是能减少三分之一 左右的物理伤害的 所以说就等于说 这个螃蟹的成长 就高了很多 这也是我认为 为什么螃蟹 可能要多带穿甲 符文的原因 但是可能有朋友要问了 那为什么你不带穿甲呢 那么很简单 就是因为戴穿甲 前期时代是太弱了 因为螃蟹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需要发育的英雄 需要发育的英雄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发育起来 比别人稍微厉害 那么一丢丢 厉害一丢丢丢的意思就是 如果你前期 发育比别人厉害一丢丢 就是说你不发育 就比别人弱 不发育比别人弱 有可能会被别人压制的情况下 就发育不了 所以说带全攻击力符文 像刚刚那样 我就能一级二级跟潘森打 然后如果你带甲穿符文 你会发现你一级二级 你的伤害过于的低 带甲穿符文一级 你A对面一下 连50低血的A不到 一般40多 遇到那种带多兰顿的 30多39低血都可能 带纯甲穿 遇到带多兰顿的人 你A一下就三级低血 所以这就是带甲穿的一个缺点 就是前期极弱 所以我这里建议大家 你带什么天赋带什么符文的话 最好取决于你玩这个英雄的一个想法 你是想一级压凶一点 适当的单杀打出优势呢 还是想到了中期 磨切磋出来之后无敌 这就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 好 这般的局势现在的话 人手比是6比6 其实上单对面已经非常难受 这里我选择下去支援一波 先打牛头 牛头有大 这里我没想到 这里我直接跟老鼠换 直接跟老鼠打 我这里降老鼠的攻 牛头是没蓝的 哦 这个这个眼有点精髓 没关系 还是杀掉 虾子来了 这里开个盾 暴女来了 再Q一下 好的 这里的话 我好像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虾子 他应该是没大招 因为我觉得有大招的话 他不可能不踢我 我一看觉得是杀不掉这个牛头了 而且我觉得我自己也要死 因为刚刚 虾子如果是早一点把我往墙壁上踢一脚 再A两下的话 我就会死掉 所以的话 虾子应该是没大的 好 这时候去上路 可以看到潘森的话 他其实非常的聪明 他在上路没法补兵 被我控制的情况下 马上选择果断去支援 这样的选择是对的 因为这样的话 因为本身你上单 如果落后一个三四十个刀 你再不找出路的话 你上路是没法待下去的 但他这样去支援 你就被迫我支援 因为我如果不支援的话 那可能队友就会爆大爆炸 所以我只能进入他的节奏 这就是劣势方抢节奏的一个方法 就是强行支援 但是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就是直接爆炸 那么这样的话就不用完了 所以说什么事情都是有风险的 为什么选这一场呢 其实这一场他对我来说是挺顺的 他并不是很逆风 但是我现在YD发现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每个英雄 一定要让大家看到 这个英雄顺风的一面 他有多强 一定要让大家看到 否则会出现个什么情况 比如说现在我是粉丝 我来想象一下粉丝说的话 我听说YD说螃蟹挺好玩的 我去玩玩看 我发育了一下 我是压住别人了 我挺厉害 我队友爆了 我去支援一下 哎呀哎呀 输了输了 那么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什么 就是你自己有发育的时间 你不去发育 你选择无脑去支援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你后期如何去carry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现在发现了任何一个英雄 我建议大家都从人机开始玩起 为什么 因为在人机之中 你就知道这个英雄 他出什么装备 能到达一个很高的一个伤害 就等于说杀爽了 他是什么样的感受 他要怎么样才能carry 你就会心里面有一个最起码的底子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像我们解说这种 就是比较资深的玩家 就练了很多 对不对 那你想获得同样的水平的话 就等于说同样的快感的话 那你可能要先从一些比较简单的开始玩起 比如说你人机感受了一下 这个螃蟹厉害在哪个地方 然后你再去玩 那感觉肯定就不同了 因为现在如果你看我一场视频 对吧 逆风教学 假设你看我任何一个任意一个英雄逆风教学 那么你觉得这个英雄好像还可以 对不对 但是你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还可以 这里的话直接选择跟潘森打 这个潘森没一点机会的 因为这个螃蟹现在对拼能力非常的强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潘森打我一点脾气了没有 他其实不是完全没装备 他只是没等级 他装备是有一点的 我压他等级 他七级我刚九级 但是跟他打的话 他是一点脾气了没有 直接被搞死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如果你看了YD的视频 你看了比较深入 比如说你全程没有快进的话 那我就不建议你从人机开始玩了 我意思是说 如果你见别人玩个英雄挺厉害 但是你没有经常看他玩 就比如说是 比如说你上单是一个鳄鱼 你没玩过鳄鱼 对吧 你也没看过我的视频介绍 然后你随便去想玩一个鳄鱼 那么我建议你从人机开始玩 因为你要尝试这个英雄出了什么装备 伤害会高成什么样子 对吧 但是如果你是看了我的视频的 那么你就大概知道了 这个装备出出来 大概会有怎么样的伤害 你就有数了 所以这里其实也是一个看英雄视频的一个意义 这里的话我准备做出我的核心装备了 核心装备就是黑切 黑切的话配合厄加特有个很恶心的地方 因为异技能是五秒钟之内 像弱手流血一样 持续造成一个物理伤害 意思就是说 我对一个敌人英雄砸一个异技能 那么五秒钟 这个英雄的这个叠 这个损失护甲就会达到一个峰值 他就会被掉护甲掉了很多 接近持续十秒钟的一个减甲 所以说这个英雄的话 其实为什么这个版本能用了 很大一个关系是因为新的装备 所以大家觉得 为什么有些英雄乘封了两年 你突然间玩了 你说哎呀 之前人都是垃圾是不是 那么弱 不知道这个英雄给开发 我玩的贼6是吧 有的人会这样想 其实并不是有些时候 不是某些人的智慧超过了其他人 而是什么 而是某些装备改动了 哦 这不莫名其妙 这波的话 我觉得是相当的扯的 我用大招被他自身 用W给打断了 如果我是个VN的话 就是我的E打断他的一个盾了 那么很可惜是个螃蟹 结果是盾被他的大 我的大招被他的盾给打破了 否则换了位置加个减速 他闻死 不过杀不到也不是重点啊 继续玩就是了 可以看到我20%冷却的时候 这一个技能CD 就已经相对较短了 这盘的话 我采用的是一个摩汉符文 标准的一个AD符文 不是AD 标准的一个上单符文 其实我觉得带冷却是很好的 厄加特非常依赖冷却 我建议大家出门带7.5%的冷却 因为这样的话 你发现你有时候可以 就是你Q出三下更加轻松 然后这里的话 读一下盘森 好的又开始Q了 而且这个Q的距离很远 一般人是意识不到的 这Q要3Q 那基本上就Q炸了 大家想想 如果前期对线 你这样搞别人3搞 真的很难受 等他补下一个兵 再丢一发E给他好了 再见 那就轻松的搞死 这里来个瞎子 大招没好 哦他有闪现 那杀不掉了 没有闪现的话 那一个Q一个平坦就能杀掉 其实刚刚应该求稳的 应该闪现过去丢E的 也许他就不会闪现 然后被我EE到三下Q死 这个版本叠女神类 叠的是很慢 叠女神类 可以看到我这盘 其实叠女神类 已经叠得很猛了 但是16分钟 也就叠了500多层 因为他每一层只加4点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 女神类是叠6点的 不过当时女神类比较贵呢 也是 500多层可以考虑就是 哦这里我看有没有机会 支援一波 哦 完了 奥巴驴死掉了 我觉得我这波有点危险 赶快换个人 恐惧一下赶快跑 但我这波没有闪现 有闪现 现在闪一闪 可能可以跑掉 哦还好没有闪 这兵女来了 那肯定是跑不掉了 这波其实不应该支援下路的 因为下路无限大爆炸 嗯 本来我跟对面上单 做同样的事情的话 我是赚的 但是对面5个人 做同样的事情 其实4个人的话 我觉得勉强都是可以打的 5个人就没什么机会 因为我的战斗力很强 但是对面那么多人就没机会 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 你玩上单 其实有的时候 不一定要疯狂的支援别录的 我最近在打直播 就是英雄联盟的直播 我发现其实 很多观众对这个上单的支援 就想哎呀 下路后面一打起来说 哎 你有传就一定要传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玩的 这个游戏 路人局就是路人局 上单也是carry点 那你想下路有两个人 对吧 上路只有一个人 为什么下路不带两个传送来支援上路呢 对不对 难道路人局下路carry的概率比上路高很多吗 不一定的 为什么不带呢 是因为传送真的没那么好用 你看现在十个中单里面 有三个带TP的就不错了 十个中单 现在有三个人以上不带TP 包括比赛局 十个中单里面有三个带TP的就不错了 包括比赛局 就有七个人是不带TP的 那为什么不带呢 第一他会觉得中路资源上下路都会近一点 第二就是 一个召唤师技能真的很重要 第三他是要carry的 他自己顺 所以其实这个游戏玩着玩着 你会发现 上单这个位置其实是最烦的 我们跟你说说看上单英雄的烦恼 上单玩家的烦恼 你不带TP 带一个点火 假设 然后你把对面单杀那么一两次 然后对面一个传送 对吧 四打三杀你们三个人 这个时候对吧 队友就会说 怎么不带TP 对吧 然后如果你带了个点火 对吧 对面抓了你一次 你杀了对面 对吧 换掉一个 然后下一波 对方传送资源下路 又杀爆了你的队友 你的队友又会说 你怎么不带TP 对不对 然后如果你带了TP 对吧 有些时候不能传的 比如说对面 比如说你被抓了一次 然后对面推线 推到塔里面 两波兵进塔 你必须要吃这波精 然后你的对手传送了 然后你没传 又是一句 你为什么不传送 理由比谁都这个坚决 你知道 然后如果你传了 然后双方换了个传送 什么没打成 然后你爆炸了 被压两极 对吧 线上补刀很困难 对不对 然后你的队友没来帮你的话 对吧 打到后面 你没什么作用 队友说 你选择有什么用 对吧 他们就会觉得 就是等于说 不是他们 是所有人都会觉得 这个队友 对吧 帮他是理所当然的 然后不管他帮不帮你 你都应该有很大的作用 对不对 carry了 他来装逼 对不对 没carry就可以甩锅 然后有些时候下路 对吧 然后他如果来帮你 对吧 然后如果因为你前期劣势大 比如说因为你提皮 或者什么用 有问题 或者被抓了 什么爆炸了 他又可以说 你有什么用 对吧 然后下路如果爆炸的话 对吧 假设你上路很carry 杀了个4-0 或者怎么怎么样 然后下路爆炸了 那么AD就可以骂辅助 辅助就可以喷AD 来喷完喷出去 你一个上单 怎能去劝价 你不可能说 你们两个都是弱智吧 是不是 所以说你可以发现 这个游戏最容易被甩锅之上单 没有输出 可以说你没输出 没不肉 可以说你不肉 没控制 选这个有什么用 对吧 也可以这样说你 因为上路英雄 包含着几乎所有的一个属性 上单英雄又 首先基本都有资源能力 对不对 然后有很多有坦克能力 有很多有控制能力 很多有输出能力 对不对 所以说任何时候 有一种情况你的团队缺少某个东西了 往往这个锅就落在了你的头上 比如说哎呀你干嘛不选个控制 哎呀你干嘛不选个伤害 哎呀你干嘛不什么 其实往往在AD跟中单位置 对吧 像中单比如说 它一般都是输出跟资源 对不对 没有人会逼一个中单去出肉吧 对不对 然后控制可能是有的 然后下路的话 那就少一个资源 可能也是相对少一点 对不对 比如说对面的AD来优势了 来推你上路 资源上了 你也不可能要求自己劣势AD来资源吧 对吧 你想到是给他发育 对不对 所以上单这个位置 相对来说要求更加全面 为什么扯刚刚的话呢 很多朋友可能以为偏提了 其实并不是 而螃蟹你会发现 他拥有刚刚我说的几乎所有的东西 大招的减伤 一级百分之三十 二级四十三 三级有高达百分之五十的减伤 百分之五十是什么概念呢 百分之五十基本就是说 牛头现在一级的大招 效果就很类似了 而且你要知道你是一个上单 你是要出抗性的 而且比牛头要有钱 所以说你跟他一样肉是很正常的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他的大招也是个致命的控制 你想打团的时候 你等于一个开大的牛头 然后你跟对面的中单 或者某个东西换了一个位置 跟对面的AD换个位置 这是一个致命的控制 然后伤害就更不用说了 一刀之后三发Q四发Q 对吧 把对面打得半身不随 所以说他几乎 然后再看支援 支援能力他是相对较弱的 但我们仔细想一想 其实哪个上单支援能力就很强了 我觉得除了攀升以外 其他的上单支援能力 其实都不算很强 对吧 好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给大家研究螃蟹的原因 因为确实感觉能玩 可以看到这一波牛头 被我直接打出大招 伤害还真的是不错的 然后追击能力的话 是相对弱一些 这里我不懂 这个绿色在干嘛 强行死了一波 这里我并不想换一个瞎子 想换老鼠或者别的人 那么对面走了 走了也没关系 反正这个换 其实换的不好 也是要背锅的 哦 对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上单十个英雄里面 对吧 八个是要开团的 自己跟他换 换了最后秒钟 绝对给他溢过去了 我看真厉害 说明这个压制的时间不够久 这里又杀掉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 最近能力 他交W了 走掉 伤害不错 可以看到一发Q 打了280血 挺爽的 而且关键是很肉 中路这一波 有一定的机会 然后耗了一下 我蓝有一点点少 螃蟹的英雄 一旦疯狂输出蓝号 还是很厉害的 因为有磨切了 这里老鼠隐身了 Q的老鼠 一下 两下 可以看到老鼠 已经打残了 这里全部一丝血 啊 我居然没点到潘森 啊 抱你居然不在 这波真的很莫名其妙 我们推塔推的 这个嗨的时候 为什么人会奥巴马是刚复活 为什么暴女会走掉 我真的 这波我真的没想明白 这一波等于说是莫名其妙 对面拿了几个头 全部全部都是一丝血的 啊 因为我其实并不想闪现 我就换老鼠 所以没有Q死他 啊 然后再说第三点啊 就是综合 就是相对来说会 相对的每一项都会弱一点 可以看到螃蟹在没有大 他并不是一个坦克 在一打不中的时候 他甚至连个输出都不算 这就是综合的英雄的一个弊端 就是每一项都不会很出色 都有弊端 人头已不知不觉已被反超了 其实这盘我们下路打的 真的有点问题 也可能你可以说是中路打的问题 这里我闪现直接 把潘森换进来杀掉 这里老鼠分房输出我 我降了还一点弓 但是这里有一个颜色的问题 是我的大招因为用来换人了 那么就等于说并没有自保能力 这也是一个缺点 这都是螃蟹的缺点 因为换到之后 我被牛头击飞晕起来 晕了之后 那个老鼠出来 他打我只有一秒钟 是有减伤了 一秒钟没了之后 这个减伤就没了 因为换人换之后 这个减伤还持续3.5秒 3.5秒完了之后 又被牛头二连 又是1.5秒 1.5秒完了之后 就几乎没时间了 老鼠在晕完了之后 一秒钟之后出来 那就瞬间就 只有一秒钟左右时间 瞬间没有 哎悲剧啊 那么这就死掉了 不过没关系 知道这个老鼠很顺 那我之后就要针对他了 那说明这个首领之后 人不能随便换了 换一个这种爆炸的攀升进来 杀掉是没有意义的 必须得把精力花在老鼠身上 想方设法搞死老鼠 对吧 然后立商卓进场 把他换出去 都可以 对吧 这种英雄就是那种很盆百变 百搭的一个英雄 好玩 而且 而且给大家说一说吧 可能大家看螃蟹 看到现在没有什么信心 其实螃蟹最近我帮粉 就是用粉丝的实验号 在祖安打大师吧 然后就打了 反正是85点几的一个胜率吧 基本上只输了两盘 就是打了10盘左右输了两盘吧 反正我觉得挺厉害 真的挺厉害 这里老鼠 A一下Q一下 好的 直接打死 贼快 半血老鼠AQ就死了 这里直接把立商卓换回来 打他 QA A死了 QAA就死了 第二个Q呢 没打出去 半血的立商卓 平坎Q平坎就死了 所以你们发现了没有 这个伤害其实贼高 伤害真的贼高 而且很肉 虾子是输出了我两发Q 我一点血没掉 然后这里把大龙打了 因为开了大招的时候 我说过是很肉的 就像刚刚那样 大招最好是半血左右开 打了一半的时候开 是很稳的 开大招的时候 最好时辰有个盾 这样的话就会肉到极限 基本打不死 这里大龙打掉 上面收一波冰 那这样的话就快16级了 这波到达16级之后 对面是很难受的 因为我三级 达到减伤50% 再让我有不错的经济 螃蟹其实这个英雄 我觉得幽梦其实是可以出的 因为如果大家 我刚刚说到了 如果你是点雷霆天赋 然后又点了一个 这一个穿甲幅文的话 那么你是有30左右的甲穿 然后配合幽梦就50甲穿 而且幽梦做出来 你的平坎速度会 在爆发的时候大幅度增加 而且有时候追人 可能也需要一下幽梦 就挺实用 但做幽梦的话 就不能做冰拳了 冰拳那个装备就得放弃一下 所以说这也是个取舍 做冰拳可以做血手 这样来增加一个肉能力 可以看到螃蟹其实攻击力不低的 我有355的攻 挺不错 而且我抗性也不是很差 只要开出大招来 就是贼肉 哪怕不开大也是可以 随便扛一点点伤害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扛多 千万不能被对面直接按到你 大招打不出来 这个暴女有点心态爆炸的 把ADC的红buff都拿了 这里牛头开团 我盯着老鼠 老鼠一出来第一时间换他 好的换过来直接 我A老鼠A两下 奥宝买一个大招直接打死 其他队友也被我摁得打 瞬间爆炸 发掉这个大大了太漂亮了 所以可以看到 我这里是顶着塔 把自己换到塔里面 最后只掉了那么一点血 所以说这个英雄 还是有一点迷人之处的 而且上单对线 我打了那么多次 唯一难打的一次 是打了一个蛇女 那个蛇女还是换线换上来 就是等于上单被我打得受不了了 这里可以看到 Q这个冰女 Q一下400多 一个A300多 瞬间打死 就是那个蛇女 还是上单受不了了 换了个蛇女跟我对线 然后蛇女因为 我前击可以压他 他6击以后可以压我 所以就被他单杀了一次 我感觉蛇女有一点对线难打 还有就是天使 天使的话 因为并不是对线打不过 而是打团的时候 你换人的话 他给那个人无敌 你会很难受 所以说这两个英雄 比较克螃蟹 而其他的话 我感觉都还好 对线不是挺难打 都挺好打的 好的 让我们进入下一局 这一局的话 是对线一个绝目的人 可以看到 这时候我的螃蟹 有90%的胜率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个数字 说实话 因为毕竟转一这种分段 也不是多低的分段 对不对 这盘因为对面 中单跟打野都是 AP的关系 所以我选择 还是带了一点 这个魔抗 其实我觉得带魔抗 还真不如带冷却 是个掘墓人 掘墓人的话 我对这个英雄新版特别了解 因为我玩他玩了20多盘 他跟老版绝目人的兑现能力 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 新版绝目人 你一定要压他 千万不能给他Q出 那个三个魂 他一旦Q出三个魂 那真的是非常的恐怖的 一定要压 哪怕你吃药都没关系 一定要压他 不能让他舒服的 这个在兵上面 而且绝目人新版 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唯一的这个技能 居然是拿来 对吧 招小鬼 打墓碑 打这个墓碑 我就可以揍他 他连老版本的 这一个绝目人的 这个 难力都不如 老版本你放一个技能 就有一个小鬼 新版的绝目人 真的很垃圾 而且他的小鬼 被一个平感就死了 反正现在我是完全没有领悟到 这个新版绝目人 该怎么玩 真的没领悟到 不管是回血 还是各方面 跟以前比都没法比 他那个大招 也是很容易死的 英雄打小鬼 是直接秒杀 打大招好像 也是有额外伤害 打两下 他大招就死了 我三发导弹 好像就可以把大招打死 哦 这里我还能坐眼 遇到个酒桶 还好 其实也死不了 因为他有两级 你看这绝目人 他配合更可能能力没有 如果像单是个攀升什么的 刚刚我就直接说死了 这里他招三个小鬼 哎呀 我又一下平感浪费了 打在了他尸体的墙上 不过要小心这个小鬼 因为刚才小鬼打我是挺痛的 但是他自己也被打得很伤 这里直接给搞死 所以说新版节目人 是一个很尴尬的一个英雄 综合能力有点弱 这一盘一开始下路就传来捷报 直接把对面打穿了 原来我以为这盘 对吧 是一个很容易赢的一局 结果我错了 这里给大家说说剧透一下 这盘是个超级大尼封局 其实我的用词 超级大尼封 也不能说超级吧 真的很尼封的一局 这里这个节目人直接上来补兵 导致我一个一门一道 这是螃蟹一个很尴尬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 在大虫子的以前老板的Q 你会发现你Q最远距离的人 很难Q中 Q很近的人很容易Q中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这个虫子的Q技能 他丢远一点跟丢近一点 他的这个延迟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螃蟹也是一样的 他的异技能丢近的是很容易 一瞬间就爆开了 就是异技能就生效了 但是丢远的英雄 他等于说有一个很远的 一个飞行弹道距离 就飞得很慢 不容易中 但一旦中了 就很恶心 可以看到这三下打完 绝目人就被打残了 像老板的绝目人 根本都不怕你 把所有技能砸你脸上 三个小鬼追你咬 打远程 打纳尔什么的 真的是用脚 不知道还有多少朋友 玩过老板的绝目人 那时候玩绝目人真的爽 好 现在的话 我就体现出了一个螃蟹的一个优势 就是浩雪 你一旦补兵 我就给你来三下 来 我把你小鬼点了 他小鬼戏打人挺痛的 但我全部点掉 点一下就死 点一下就死 老板本的三个瞬间造出来的小鬼 比这个小鬼要猛 说实话 这个小鬼看起来伤害很高 但是不耐打 而且太难造出来了 辛辛苦苦 Q了顶着我的伤害 Q了一辈子墓碑 Q了三个小鬼出来 然后被我瞬间搞定 心都碎了 好 这个对线期有点无聊 我们稍微快进一下 免得大家看得想睡觉 接下来的话 这个时间的话 就是有一点无聊 就基本上是对线压人 对线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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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能Q他都Q Q到我的号 对吧 Q不到压刀 其实压了不知道多少刀 这个刀 把对面压榨掉 实际上一直能Q的Q Q不到就算了 他塔下补刀 我就这样Q 对吧 他往后走没关系 我顶顶塔 开个盾 开个药 他也被Q了很伤 耗他的时候 尽量吃药瓶 配合明火之处 耗的也很厉害的 耗的关键性装备 就回家出 出完之后继续耗 这里给还一波机会 其实这波机会 我不应该给他的 因为我觉得出装备 出点冷却可能会比较好 其实感觉出不出都一样 反正能压他 基本是一个很无聊的 一个补兵时间 其实上单往往 就是这种时间比较多 他的跟别的路的互动少 你看这里Q到了 三炮又打一半血 对吧 然后偶尔Q到打一打 对吧 又来两炮 又要死了 打得很快了 他直接开大 但你可以发现 这个大鬼 其实我打得挺快的 这里大鬼打掉 他想推线 我把小鬼全点死 然后跟他单挑 这里我是失误了 这里我没有换到他 这波其实换到就杀了 没有换着 这个一级换的距离是特别近的 这里给说到大家手里知道了换人 一级换人距离好像特别近 二级三级就远很多 二级三级的换人距离 好像比你平坎还要远 但一级的距离是没有到平坎那么远 所以一级换人要注意一点 否则可能换不到 你看他用小鬼耗我血 我就把小鬼全部打掉 他一点办法没有 然后我想控线 我可以控一辈子 但我觉得这样控太无聊了 这波我想去支援下炉 但没有意义 因为对面人多 而且我们已经打输了 人头从一看六比一 一定打成了七比七 所以我说这盘不知不觉 就是个天大的烈士 他下路没法补兵 他只能选择去支援 那么我选择拿塔 但下路已经把塔拿掉 所以并不是一塔 赚不到太多钱 回家出关键装备黑切 黑切一旦做出来 你会感觉这个首领子 真正进入了一个 比较厉害的时期 因为他现在开始打人 就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剪甲了 这里卷幕把大开了 没关系 继续推 你看这个大鬼 其实打几下也打死了 挺快的 接下来就是一直是一个 比较无聊的时间 因为我当时一直在打单机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后期是能carry的 对面没有谁对我有自命的威胁 好的 这个时候停下来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 我15分钟已经补了146个刀 就等于说补刀 其实已经补了很多了 然后优势的话 也相对来说已经很大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卷幕人 他因为对线一直被压 他这个时候大概只补了 70多个刀 而且还是我给了他机会的一个情况下 那么现在理论上来说 上路这个差距就已经非常大了 但实际上的话 没有那么理想 反正多带线 带带线总是没有错的 装备出完 磨中一旦 磨切一旦做出来 就是可以打断的时候 可以看到他74个刀 我157个 压了他80个刀 压了一倍 多 压了一倍多 他74乘以2 148 我比他多一倍多的刀 这其实是很多的一个数字 然后中路的话 可以看到我并没有眼去传 而且卡 卡牌也没大 如果有的话 我一个传送绕后是可以开团的 因为我这个英雄 他是很克制麻眨的 因为如果我的队友 能把他的这个被动给打掉 或者我平坎 或者一直能把他被动给打掉了 我换他 他是没有一点脾气的 他特别怕这种强制位移 因为一旦换回来 这个麻眨 他就非常非常难受 这包中路 我是不知道为什么 打起来 对面有镜跟酒桶的 追击流人能力是很强的 我拿一个这个 卡牌在带下 哦 被抓了 我这里看能不能救他 能救 能救马上就要取消 千万不要装兵 传送有些时候 能保他们的命就不错的 因为如果刚刚那种情况 我传 我不传 那肯定对面是 无脑追这个卡牌 追到死 那么我传肯定是 对吧 那就救到了 但这里我队友 有一个很知名的地方 他们选择去推中 而这时候我们上单 是没传送的 我是没传的 然后卡牌 对吧 也一直大招没好 所以他们正是送人头 这波送掉就很亏了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没磨切之前 战斗力是很差的 我抗性装也不多 是没法扛住这个妈咋的 这里绝不然开大推兵线 我们这边 清兵线 这是卡牌 但卡牌 他并没选择回去 他还带对面下路高地 那么这样的话 我也可以继续带对面上塔 这里绝不然选择 传送回家 这波其实卡牌 不应该过来 他应该回城的 他传过来 这波其实没什么意义 因为我上塔已经拆掉了 本来我也想回去了 这里把他杀了 我直接把他换回来 顶塔 可以看到我非常的肉 扛塔扛了那么久 也没有死 扛了1600多点伤害 然后看兵线 时间是07秒 07秒意思就是说 兵已经刷出去了 我可以回家 回家之后再来守 但我们的队友好像没有守住 三守四没守住 那么就悲剧了 这波等于中路掉了 而且上过还居然没拆掉 这是我没想到的 这波其实我跟卡牌 应该回来一个的 因为对面上单已经传回家 没法载到战场了 这波回来的话 是对的 其实应该回来 只要他一飞上 我都想那就是我们两个 要强拆对面基地 高地来换一路 但结果显然是没拆掉 但这样搞一搞的好处 就是兵线对我们非常有利 卡牌可以获得很多的发育时间 待会他还可以再去带下楼 这波回家的话 没什么好处的 要大龙做视野了 相对来说比较危险的 视野都做一下 这里他居然想打大龙 这波有点危险 耗一下 还好 我伤害非常的高 可以看到我Q卷目两下 这个卷目是有个王板加护甲鞋的 被我打了三分之一血 如果Q三下就一半血了 所以说首领之后 他的伤害是非常高的 因为这波磨切做出来了 伤害可以说能达到 接近恐怖的一个程度 确实是这样 回家之后我想做个隐磨刀 因为这盘这个 妈咋对我来说 这个影响很大 如果做个隐磨刀的话 那基本上就能扛出他的伤害 不会造出太大的问题 这里对面水能打大龙 我们得赶快过去 第二个E技能 哦这个E居然啥的没达到 没关系 Q两下垂石 垂石血被我耗到了一半 这里妈咋是没有盾的 好直接换他 这波非常果断 可以看到这时候我硬扛伤害 我开大招的时候 我硬扛伤害 几乎扛了所有的伤害 但我没有死 第二个盾又好了 第三 然后还往后走 这里进他有个闪现 我原来放他封签 再被他弄死 但这一波其实本来来说 打了一个三换三 是根本不可能接受的 这波我觉得至少是对面团灭 因为我这波扛了 不知道多少伤害 妈咋大给我 一个5-0的妈咋大给我了 然后我扛了那么多输出 我觉得这波我几乎是无敌的 强行打了一个三换三 我是很难接受的 这样打下去是要炸的 我都不懂 为什么会打成刚刚那样 这盘我可以说是 起到了一个上单 做的所有事情 第一自命控制 第二扛伤害 第三开团 第四输出 所有事都做了 但还是打输 不说打输了吧 还是打了一个军事 但我闪用掉 所以很烦 等于说一个开大招的牛头 又被对方给摁死了 这里中路的这个超级兵 有点难烦 不过时间快到了 上路又打了起来 卢西安又死掉了 我感觉对面又要在大龙做文章 还真的是 这波那么其实也是可以打的 卡牌倒的快好了 对面又在打 那么我还是老规矩啊 进去换人什么的 哦 这里我先被摁住 完了 赶快换 好的 换一换编肉 硬扛 撸起来 那么还是撸翻了一个 还可以接受 这里卡牌一个QQ的非常多人 不错 这里我不懂这个千诀 他一开始在哪个位子 因为我实在不理解 这波为什么千诀会来那么慢 不过这波打赢了 因为千诀他一开始去作演 我跟他是同时往下走的 呃我不懂为什么千诀这一波来那么慢 说实话 这波挺爽的 打赢了 还可以接受 这一波 妈咋大我大得非常的果断 因为本来当时我在犹豫 我到底是把换AP还是换AD 我当时在考虑这个问题 当我思考人生的时候 我就被妈咋直接摁住了 可以看到我前面那一半血掉得很快 但最后那一半血却非常的坚挺 这就是大招的一个效果 还不错 这一波打完我们逐渐已经快到一个优势了 因为这几波我们的人头 几乎是全部都是卡牌一个人拿的 加上卡牌之前一个人在带线 那么他的等级会非常的高 经济会非常好 这样的话打团就有一个阻力输出 就会舒服很多 而且我等级也没有落下 妈咋那么大优势 他也就13级 刚刚那一波如果千诀跟我同时过去 我被妈咋大的手 他如果能过来 就是把妈咋弄死了之后 然后给我开个大招 那是非常好的 其实 那对面就王炸 这里禁又开大 我的E又没异到 所以这个螃蟹的E其实很难用 因为他的视觉效果看起来挺大的 但实际他的E范围很小 可以看到这个E的E不到 他实际范围很小 这里我要找机会杀这个妈咋 我A了他一下一个大招 但居然没把他大回来 我后面 事后我想了一下 没把妈咋大回来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Q技能的生效时间有点短 这里他们居然没一个人帮我打这个小螃蟹 被小螃蟹恶心死了 就是妈咋这一个技能的生效距离 就是我的平坎的生效时间 它比较慢 因为我已经A了一下才放大的 但结果就是这样 这里我选择一个传送 然后卡牌也选择没有追击去带线的 其实这里我觉得是挺扯的一个事情 四换四 对方角色的人快活了 继续拆塔 这样他们应该破两路 咦卡牌怎么过来了 为什么不把上拆掉 这 这里我打两下妈咋 杀一个掘墓 再挨一个妈咋 哦这里被勾到了 没关系应该打得过 这个有点扯 来来个酒桶 本来我Q那个劲点 能把它Q死的 这波上没拆掉 是有点操弹的 刚刚卡牌应该先把上拆掉再过来 上拆掉的话 这波对面破两路就基本爆炸了 我们死根本无所备 因为破两路大龙是白白送的 破两路的情况下 这个大龙是白送给对面的 是我们一定是拿的 因为对面就是一边 在比如说我方破两路的情况下 对面打大龙 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因为对方指的大龙 那里拖一拖 这个超低兵都拆家了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这里我们拿到一条火龙 我的输出的话 也有一定的提升 下波装备摆在我面前的话 其实要考虑做春歌甲的 因为可以看到 螃蟹其实一旦有大影魔刀 做兵权或春歌甲二选一了 接下来 因为螃蟹其实一旦有大影魔刀之后 加上这个其他的属性 你会发现他其实已经挺肉了 他不用再额外的出肉 因为反正大招没有 就一瞬间死 大招有那就能扛 所以其实我建议大家玩螃蟹 千万不要输太多的肉装 输出是一定要保证的 你只有有足够的输出 那你才能做之后所有的事情 这里对面想打大龙 我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打大龙是比较容易的 毕竟下路是没兵线的 诶 这里搞的一个垂石 好的 那这样的话大龙都随便打了 对面又死了一个人 静又不在 那么这波大龙的话是白拿的 对面过来守的话 可能要付出代价 九筒再过来 静也再过来 绝母人也再过来 那他们四个人 他们想打这波 大龙应该可以拿 丢个E 好的 妈咋被断掉了 直接散现换他 好的 这波妈咋被换过来 然后直接Q两下杀掉 所以说这个螃蟹的英雄 伤害是一点都不低的 搞两下的把别人搞死 然后贼肉 特别擅长多打扫 所以玩螃蟹 我觉得有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这个下路去抓人的时候 在一些比较淫荡的眼位 对吧 传送下去 是很容易搞的 那这里肯定是一波了 这不可能不一波 这波 静思选 卡牌上线非常高 我这里刻到垂石 给它来三下 好的 死掉 那么这里也就一波 那么这期的螃蟹视频 也到了尾声 我希望就是大家看我的视频 最后能学到一些东西吧 好的 我是YD 欢迎大家每天晚上八点 来看我直播 再赞其PV 好的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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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